哈喽 下午好 现在是5点20 2023年的9月2号 今天礼拜六 现在的温度是245度 非常的 也不算热 也不算冷 反正醒吧 还是有点咳嗽啊 我操 我想着明天要去大都会了 然后呢 想着 哎呀 这个不能咳呀 但是现在是抑制不住的咳 也不敢 反正也没成大毛病 也不敢去看病 这就是中年人的悲哀 不敢去看病啊 万一看出个大病怎么办呢 那就是傻逼了 我操 所以呢 现在也就是这样耗着吧 耗着自己实在是扛不住了 再说吧 反正要么不看病 要么看就是大病了 哎呀 不作为了 明天该完就得去完 是吧 现在我是接了两个单子 本来是第一个单子 第一单子呢 就一个盒饭 一个盒饭他给了我16块钱啊 这么多这个小 这么多 这么多孩子 哇操 这里面六 这里面六 然后呢 哎呦 咳 我要往这边走了 我要往这边拐了 然后 哇操 这太阳了 这太阳有点射 他们眼睛 然后我接了两个单子 本来第一个单子就是一个盒饭 他给我16块钱 我想了 哇 一个盒饭给16块钱 这个够可以了吧 然后谁知道呢 被截糊了 什么叫截糊呢 就是第二单 有一个7块多的 第二单 他又给了我一个第二单的 第二单7块多 7块多一个东西还不少 几个汉堡 薯条 还有杯饮料 本来说是 你看人家都给了这个16块钱了 应该按照咱们的心理来说 应该是先送这个16块钱的 对吧 然后再送这个7块多的 不对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截糊了 这个是第二单后进来的 7块多后进来的 结果呢 我现在看得到 送的第一单 就是他反而还第一个送的 就是7块多的是第一个送的 那个16块多的反而是排在了下一单送的 你说这个就是很不合理的 然后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那些网上的老司机 在油管上 这些老司机教你怎么开Uber 开开豆大学 哇 讲的头头是道 讲的就是非常有经验 他说很牛逼的司机 一个人开六七部手机 然后同时做六七单 然后呢 不迟到 不耳目 他真牛逼 我反正是做不到 他提到有一个名词叫恶人导 叫什么 是恶人鼓还是恶人导效益 就是说 你像我的接单率是1% 你知道吧 1%的接单率 就是说这个平台呢 基本上不会给你派好单子了 基本上给你全排派的都是拉 都是拉机单 你的接单率越低 你的接那个好单子的概率就是会越少 但是你看我今天 我现在是不是就接了一个16的 接了一个7块多的 加起来差不多有在23 24左右了 对吧 这个单子也不能算是很慢了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都有在商量 都有在商量 就是说 是不是按照平台的算法 就是说 接单率越低的 可能接这种好单子的概率会低 可能会低 但是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知道吧 也不至于 反正也就是这样 是吧 这个最差劲的 反正我都尝过了 是不是 昨天前天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四没有 昨天也是100多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去超市买东西 这次买的肉比较多了一点 所以呢 我今天花了我100块钱 就是把昨天赚的钱全部花没了 就为了下里面的伙食 我买了鸡肉 买了牛肉 买了鱼 买了虾 买了牛奶 买了麦片 再买了点青菜粗菜 还买那什么东西 最关键的还买了一个 买了六袋水饺 为什么他六袋水饺送一个袋子 一个小袋子 我觉得这个小袋子挺吸引我的 那我就纯属于那种 买毒还猪的那种人 就是我为了一个袋子 我居然会买六袋水饺 你知道碳水比较多 我平常也不敢吃 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做的有意思 我就做了 然后呢 我看一下 对啊 然后说现在的这个网上 我就弄不明白了 问哎呀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种短视频 因为现在油管也有短视频平台了 我看到很多短视频 很多这种流量 我都不知道这个 哎呀 这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就像 我不是在这里诋毁女性 但是确实这是存在的事实 就比如说我呢 穿着 假如我是一个女性 假如我是一个女性 我穿着比较性感的这个衣服 是吧 这个腿露一露 胸露一露 是吧 这个哪扭一扭 哪晃一晃 是吧 我随便找一个街道 或者找一个什么地方 我拍一拍 就一分多钟 两分钟的视频 在网上你知道 就这个视频 瞬间的这个流量有多少 就上百万的流量 好 几个礼拜了 就能到三百万的流量了 这个就是 我就是想不明白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世界这样赚钱太好赚了 哇塞 露一露 抖一抖 就有两三百万的流量 开什么什么玩笑 是不是 而且这不是一个视频 在互联网 不说别的平台 油管上这个平台上面 像这样的人太多了 还有一些穿着内衣 弹钢琴的 穿着内衣画画的 穿着内衣干净干净的 哇操 流量都是几百万的 甚至好像有 我看到有 有几个视频的流量 都到了上千万级别 上千万级别的 哇塞 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是吧 咱们就算 咱们就算这个一千个流量给你一块钱 是吧 这一千万的话就是一万块钱了 就是单这个 单这个流量 单这个视频的流量的 收益就差不多就是一万美金了 但是他不止 不止这一个是 是几百万的 你知道吧 是吧 不止一个是视频几百万的 你说他如果是有 一百个 一百个这样的视频的话 你看他的收益是多少 是不是就轻松的到了一百万了 就是他的收入一百万的美金了 哇塞 我就觉得 哎 你说这个世界不公平吧 是吧 凭什么人家这个是吧 露一露 扭一扭 是吧 到哪里骚一下 我妈的就有成千上万的这个 就是这个是 哎 你像南万在这边 坑之巴斯的一天也到不了一百块钱 是吧 这他妈的 你说这个世界 反正已经超出我想象了 我反正对这个世界也不敢想 也不敢去去评价什么样 反正我就很多的问号 很多不解 太夸张了 不仅是女性了 还有一些什么时尚博主啊 随便拍几个段子 这个嘻嘻哈哈一下 哇塞 就是几百万的这个 几百万的流量 几百万咱们一千算一块钱的话 是吧 少说也有几千万的录账吧 那可能就随便拍一点东西 就不这样 那么这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呀 我就觉得她妈的有点 有点吓人感到这样的事 她妈的 然后呢今天中午本来想去打球的 后来我有一个这个同学 因为我给我发一条信息 说这个我已经收到这个短信了 你说到没有 我一看我还没收到这个信息 那到底是哪回事啊 本来今天礼拜六应该不可能收到信息 那样 但是她也收到信息了 那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能 就是我可能就两种可能 就比如说我是 我是这个排在了她后面了 这个老师呢还没有处理过来 可能要等明天或者后天 或者是下礼拜几的时候 她才会给我发这个信息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可能就 就是给我谈条件了 是吧 你可能你的这个成绩不到位啊 然后呢你可能上学班呢 很够呛啊 是吧 你要不要上一个比较贵的班呢 哎 超蛋了 这个事干点事吧 特别磨叽 特别磨叽 导致我一时的心情不好 妈的我就想着妈的 这也这她们也不公平 那她们也不公平 然后然后我就决定了 本来我是想着 除了下雨下雪 我应该要去锻炼身体 但是我这个这事一弄完 都得我心情很烦躁 我就那个没有去打网球 然后我呢我就去那个 我就盖了被子 我就闷头大睡了 去你大爷子 哎 睡了从三点多睡到了四点多 睡了一个小时 还行还行 嗯 然后四点多就出来 接了这么一单 哎 接了这么一单 哎呀怎么老是这个亲嗓子啊 为什么啊 我里面已经病毒高慌了 哎呸呸呸呸呸呸 讲好的灵讲坏的不灵 OK我们看一下导航啊 应该是快到了啊 我们先去送一下 然后我们待会再聊了 她要我不要能力了 OK满足你的愿望 OK我们先到车啊 我们我快到了 OK我们那个第二单也比较近 待五六分钟我就没有拍了 我就直接送完第二单 我在回去的路上 再倒一倒一下 然后呢我刚刚送第二单 这个盒饭这个就是差不多 它是给我十六块钱 但是我很严重的怀疑 他他里面这个他这个16块钱肯定不是顾客给的 是那个Uber公司给的优惠券 因为我最近打开这个打开的Uber点餐的这个APP 就那些商家下单就是顾客下单子的这个APP 我发现Uber跟很多商家合作呢 他都是都成了那个零运费了 3块钱1.2就变成那种零运费了 但实际上咱们作为就说我不是作为司机的这个角度的 咱们作为一个顾客角度来来来看这个事啊 你说怎么可能会有零运费的呢 那司机的钱谁来出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 羊毛还是费羊身上 你看到这个Uber公司或者是其他平台公司 跟你讲的是零运费 你不需要偷运费了怎么怎么地的 我估计很大可能在你的这个取餐费里面会加上去 或者说是或者说是跟那个商家合作 会多收你一件钱 但是商家其实也拿不了大头是吧 商家现在能拿到60%到70%已经算是不错的 其实商家也拿不到很多钱 平台是要是两头十甚至三头十 它起码能拿到5-10%的东西 现在所以说平台现在就成了一个剥削很厉害的一个机构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现在就是平台的压榨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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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严重的 就说咱们在这说话说的难听点叫吃别人家的饭 搭别人家的锅 但是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大不了吧就和你合作呗对不对 无所谓的事 对吧 本来本来那个前几天我还是想想去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多达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因为在一几年多达去UberE Gripa在开拓这个长导的市场的时候 多达去和那个Gripa 那个时候会送这个保温这个袋子 但是区别在于这个Gripa 你一注册了 它那个保温袋一个大一个小的 还有一些什么贴条之类的 它这个东西就它立马就寄给你了 但是这个多达去呢 我那个一几年的时候呢 你注册之后呢 你还要去一个他的一个地方 要听他的一个要开会 你开会 哇的很麻烦的吧 我想哇他英文也不好 你你你你要我去开会 我他不不不不不他妈挺受虐的嘛 那那那那那不干了 就没有就没有注册 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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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后来听说那个那个多达去的单子吧 他限时 比如说你这个单子延迟了10分钟 或者15分钟吧 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呃 惩罚 好像严顾三次还是五次之后呢 你的账号就就有可能被封掉 然后呃9块零三 但是实际上啊 实际上是说句良心话 这个所谓的送餐延迟 真正知道你在路上或者司机的原因 不会超过10%到20% 大部分都是餐馆 80% 90%都是餐馆出三万 我曾经以前最最长的时间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怎么cancel这个单子 我当时在一家餐馆等了一个多小时 主主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这个东西就没办法由司机控制了 所以说你用这个卡时间的方式来对待司机的话 那你和国内的这些送餐频团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听到这这样的消息的话 我对这个多达去吧也不是特别有好感 虽然说他这个CEO是一个华裔啊 所以呢我就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做啊 都五六七八九年到的 然后现在我突然又想 只是想啊只是一种冲动啊 就想去注册一个多大曲试一试 但是呢因为我今天早上去取材的时候 碰到一个黑炸的 我就问他你在做哪个平台 他说他做那多大曲 他说我说我怎么样他说还不错 哎呀当时给我的反馈就 就让我有点想注册多大曲的冲动 后来我一想这个东西也狂动吧是吧 到时候这个那个 又把我账号给封了 然后然后我就在网上导这方面信息 说这个什么送餐技巧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多送餐技巧吧 都都没办法送啊 你看那种送一周七天一天十二个小时 才将将能做两千块钱 这个钱还不够买药的 算了算了就算了 还是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本心来本心来做 就是顺其自然 你给单子我就做不给单子里边倒了 对不对 马大好像我求你知道的 对吧 十一块五毛五七点九位 对吧 你说你说我一天做十二个小时 卧槽一周做七天 那你干脆就把我杀了 把我插了 把我插了得了 七块四毛六 八点七嘛 是吧 那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就算了吧 算了吧 这东西 你娘子就就就就是这个东西就完全靠一个缘分了 是吧 有单做就做 没单做就拉倒 就跟找媳妇一样 妈的有有看上你的啊 就不管你穷也好 你你你你你你拉搭也好 你结巴也好 人家能看上你的就愿意跟你过 那就就就就就对了 是吧 你把自己整的是吧 这个西装格履 花里胡桑的 没事装装逼 人家该看不上你 正好看不上你 你天天不是租一个法拉利 就租一个什么马沙拉地 是吧 去去去那个去那去他们装逼 妈的人家看不上你 照看不上你 这东西很自然 对吧 这东西就主动权就不在我们身上 那那怎么样 那那那那你非要跟那些古代人一样 我要我要花三四万五十万去去买一个人吗 我自己病啊 对不对 我就他妈的一去古代人 我花钱去买一个人 妈的花花了三十万 买了没有三个月 他妈又离婚了 人才两师 我都没有病了 对不对 现在人都21世纪了 还他妈玩19世纪的事 因为为什么说20世纪没有这东西呢 20世纪的人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是吧 为了革命都在一起 是吧 为了共同理想都在一起 随便会唱点歌会画画点画你都能把这个事搞定了 但是但是到现在不讲了 现在完全就他妈的已经全然变质了 我就感觉到社会变质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反正我感觉到社会已经变质 变成古代人一样的 讲这个门当户对门庭之类的 哇操 讲台里讲这个那个哇操 就不讲婚姻 妈的 就全变交易了 这个婚恋市场就变成了一个婚恋交易 婚恋交易市场了 就是他妈的 就是男的女的都拿出来卖了 没有一点意思 哎 然后看一下现在5点50啊 我现在差不多了 我就不聊了 今天聊的也比较长了 今天到这吧 待会儿现在快6点了 有单就做一个 没单就拉倒了 哎 不想求 我对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这中午的这个生意吧 也算是看 看透了 六排八毛四 三点四嘛 呃 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好到哪去 有时候礼拜一还真好 礼拜一 我看 你看我啊 七块零有七点五块 你看我啊 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他有时候呢 毕竟能做到一百块 但是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哎 我近期陆陆续续都有做到过一百 所以说这事不好说了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哪天能做到一百了 现在说哎呀 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目标定的很高 一天要一百五六 甚至周末要到要到两百 一百八一百九两百 哎呦 干的一天下来呀 干的妈的浑身都累呀 浑身都累 哎 反正就是心里也累 身体也累 十一块四毛八 十六点九户 但是我现在呢 就近到一百 没到一百也行 反正无所谓 就这样做的呗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嗯 不了了 然后明天我要去这个大都会了 然后希望我的身体好 希望我能够继续能够上学是吧 然后呢 然后希望自己一些都好吧 好 就到这 拜拜